我老婆出轨了一个比她大十五岁的老男人,我为了报复她,找了个十八岁的妹妹,可我没有想到,当我和十八岁妹妹在床上时,那个老男人推门进来了,她竟是小妹妹的长辈。 而跟着进来的,竟还有我那出轨的老婆,我是在陈晶晶三十岁生日当天,发现她出轨的,她去洗手间,忘记带手机,而手机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男人的头像,还有一段格外暧昧恶心的话,今晚要吗? 我瞬间坠入冰窟,解开陈晶晶的手机,置顶的人备注名字为少婷,少婷是我老婆的初恋,和陈晶晶刚在一起的时候,她和我提起过这个少婷,少婷是陈晶晶大学同学的哥哥,陈晶晶喜欢过她,只是后来少婷去北上广闯荡,便甩了她,后来少婷结婚生了个女儿,再后来离婚了。 我将陈晶晶和少婷的聊天记录给翻了一遍,原来她们半年前就勾搭上了,狗男女背着我偷情了多次,甚至在我平常睡的床上,我取出自己的手机,对于陈晶晶的手机开始了录屏,所有都备份完善后,我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,等着陈晶晶从卫生间出来。 当瞧见陈晶晶的那瞬间,我已经决定,既然陈晶晶出轨老男人,那么我要报复她,我要送陈晶晶一个巨大的惊喜,陈晶晶给我戴老男人的绿帽,那么我便还她一顶小妹妹的绿帽子。 而我的目标,正是陈晶晶与少婷聊天记录里的少云院少婷的女儿,少婷向陈晶晶提起,说是自己女儿非常独立,才刚上大学,就已经勤工俭学。 周末两天时间都在学校外面的咖啡馆兼职,为了制造偶遇,我周末一个人去了那家叫做曼迪的咖啡馆,尽管我已经知道邵云云长什么样子,但真正亲眼瞧见端着咖啡的小美女从远处走来时, 我仍然不由眼前一亮,少云云将咖啡从托盘中取出,欲要放置在我的面前,而我故意伸手,却揭,才看看碰到一点,我就哀呦一声,咖啡被倒了。 杯子里浓郁的咖啡顺着桌盐洒在了我的衣服上,我惊慌站起身,少云云顿觉不好意思,她连忙道歉,对不起,哥哥。 卫生间在哪儿?我去洗一下,我眉头微微促起,紧盯着少云云,少云云立马为我带路,好在店里并不忙,所以少云云不用为别的顾客服务,我故意着急地扎进了卫生间,任由水珠将衣服越打越湿,瞧着镜子里的自己。 我露出了势在必得的笑,哥哥。 少云云瞧见我走出来,很抱歉地换到,可当瞧见我胸前的衣服都湿了,她下意识地转移了视线,只是说话的语气明显没有之前的吻,你的衣服打湿了,这样没法出门,要不你先去我的休息间换一下衣服吧。 至于你身上的衣服,我会帮你拿去干洗的。 我装作一副为难的样子,好一会儿踩抬毛,小声道,那好吧。 这么快就能够踏入少云云的私人空间,我还真是没想到,我去了少云云的休息室,双手环抱胸前盯着少云云,哥哥,这件衬衫是新的,你换上吧。 我盯着少云云,当瞧见少云云的耳根泛红,我不由翘起了唇角,还真是个纯情女孩,谢谢你了,小美女。 我故意一副老气横秋的语气开口,少云云有些不自然地离开,她将门关上之后,守在门口,我将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了下来,并没有立刻就穿上少云云拿给我的衬衣,而是故意冲门口方向大喊一声,哎呀,你怎么了? 少云云想也没想推开了门,二,可当瞧清楚面前的我,少云云像是被火烧了似的,立马冲出门外,我得逞的一笑,换好衣服之后,我从休息室走出来,倒是没瞧见少云云守在门口,挑逗少云云的目的已经达成,我没有继续留下来的必要。 毕竟不能一下子将少云云这个十八岁的小妹妹给吓到了才是,因为要送还衣服,我们互加了微信,我便收拾了平板,离开了咖啡厅,几天后,终于收到了少云云的信息,哥哥。 衣服已经干洗好了,你住啊,我给你送过去,我不在家,你给我发个地址,我来找你,我的眉眼间染上了一层笑意。 书弟,微信对话框里面便冒出来了定位,是一家酒吧的定位,我不禁嘴角扯了扯,还真是一个努力积极的小妹妹,总是有干不完的兼职,刚进酒吧,我发现正在把台前调酒的少云云,已经被好几个男人给包围住,我也没有立马走上前, 而是静静地看着她,拒绝了一个又一个男生,在少云云拒绝了滇佳一个男人之后,走到了把台前,打去倒。 哎呦,妹妹的行情这么好,少云云的脸书弟就红了,这是你的衣服,少云云回过神,立马将藏在桌子底下的袋子拿了上来,递给我,我接过,却没有立马走,我对少云云说道,给我来一瓶威士忌, 少云云想说话,但是最后什么都没说,我拿过威士忌,不管不顾,直接猛地灌了好大半瓶,还打了个酒阁,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晚上是二点的样子,少云云下班了,而我却趴在吧台上装醉,已经很晚了,你喝醉了。 我帮你打电话给你家人,少云云在我的耳旁念叨,我突然直起身,一副醉醺醺的样子,一把直接抱住了她的腰,甚至脑袋还埋在她的腰间,我没有家人。 你别管我,我突然松开了少云云,猛地拽住一把钞票,搁置在桌面上,然后直接朝酒吧门口走,只是走路的样子晃晃悠悠,仿若下一瞬就要倒在地上。 哥哥,你的衣服忘记拿了。 少云云追上了我,我正式开启了我的表演,蹲在地上,抽掖着,像是受了这天底下最大的委屈,我是不是很糟糕,所以都没有朋友。 所有人都讨厌我。 哥哥,如果你不介意的话,我可以当你的朋友,听完少云云说的话,我对谁她傻笑,将喝醉的样子展现得淋漓尽致,以至于少云云根本发现不了,我甚至在少云云的面前跳舞,像一个闹腾的孩子。 但隐约间,我瞧见了一只伸手,准备护着我的少云云,唇角微微扬起,我正在织一个网,而少云云已经迫不及待地钻进了我编织的网中。 没过几日,我准备再次去找少云云,通过这几日聊天,我已经知道了她的行程安排,我要给少云云一个惊喜,下午四点。 我站在江城大学门口,手撑着一把黑伞,我故意拍了一张江城大学门口的照片,发了一个朋友圈。 还特意朋友圈分组,给少云云一个人看,操作完这一切时,我倒是气定神闲地再等,等少云云主动联系我,果然不出我所料,发完朋友圈不到两分钟,少云云便主动给我发来了信息, 哥哥,你来学校了吗? 少云云重归重举地发来了文字消息,我使用了语音输入,我来这附近办事,可没有想到雨这么大,身上全都淋湿了。 又想着你在这所学校上学,就想来看看你,又怕打扰你上课,发完语音。 我还特意自己听了一遍,虽然有些腻歪,但少云云这样的单纯小妹妹,就喜欢这一套,等我。 盯着这两个字,我这下笑出了声,三,不多会,少云云便来了,哥哥。 我听见了不远处有人呼唤,抬眸望去,便瞧见了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少云云,充满了青春气息,哥哥,这么大雨,你怎么不找个地方躲雨? 少云云皱着眉,上下打亮了我一遍,我这还不是担心你找不到我吗? 说完,我打了个喷嚏,见少云云盯盯着我,我还刻意缩了缩脖子,一副很冷的样子,少云云文言,抿直了唇绊,走吧,我带你去我住的地方。 我按喜,故意伸出手去触碰少云云的手,当我的手碰到了少云云的手,而少云云却没有松开时,我浅浅一笑,只不过我瞥见少云云的脸颊,似乎变红了。 我意识到少云云在害羞,这正是我想要的,二十分钟后,我跟着少云云去了她的公寓,和我调查得差不多,少云云一个人住一个单身公寓,应该是她那爸爸给她买的公寓,虽然是一个小屋子,但盛在整气干净,我甚至在心里想,少云那样的贱男人,是怎么样教养出少云云这个乖孩子的? 不过想到,我会将少云云给睡了,让少云云成为坏女孩,彻底粉碎那个男人的希望,我就莫名爽,我的衣服都湿了,我可以借用你的洗手间洗个澡吗? 我将衣服脱下来之后,故意拧了一下自己的衣角,少云云转过身来看向我,她手上拿着吹风机,可当瞧见我露出的腹肌时,她的眼眶不禁有些腥红,甚至咽了咽口水,我当然发觉了少云云的反应,而且很满意,纯情小妹妹。 又怎么可能是我这样的贱男对手,我勾唇一笑,故意朝少云云抛媚眼,不可以吗?少云云回过身来,立马将视线投向别处,当然可以。 得到了肯定答案,我故意进了洗手间,而且以最快的速度洗澡,然后大概过了十分钟的样子,我忽然尖叫一声,怎么了?少云云有些紧张的声音从门外传来,我立马在洗手间里面装作疼痛难忍的样子。 少云云大概是以为我摔跤了,毕竟我闹出来的动静比较大,她猛地敲门,可谁知这门根本就没有关,她一敲,门倒是自动开了,少云云瞧见了我,立马转过身去,而我根本没有穿衣服,直接就朝少云云走过来。 我走到了少云云的身后,从少云云的背部,直接环抱住她,整个身体,没有任何遮挡地贴在了少云云的后背,少云云正愣,我能够明显感觉到她脊背一僵。 我故意冲着少云云的耳朵眼里说道,小妹妹,难道你不喜欢我吗?可我喜欢你,喜欢是什么? 从被自己的老婆背叛那一刻起,我已经丧失了喜欢的能力,但为了哄骗少云云,我可以装出自己很爱她的样子,少云云大抵是相信了我说的话,她好一会儿才发出沙哑的声音,你还是赶紧穿上衣服吧。 而我却直接扶手稳住了少云云的耳垂,一切又是如此发生的,我原本以为至少少云云会抗拒一会儿什么的,但事实上是这伙是我惹起来的。 但是少云云却是那个将这团大火点得最猛烈的人,我被她压倒在了单人床上,承受着年轻人的风雨,已经很久不曾这般酣畅淋漓了。 我要了少云云一次又一次,等到终于停歇下来时,我终于验足,我不禁感慨,年轻就是好,原本我还想着歇几分钟就走的,可谁知道这一睡竟然就是大半天,我醒来的时候,发现床上原本躺着的少云云已经不见了,但是却给我做了吃的,还留了一张纸条。 哥哥,我有急事先出去一趟,我煮了粥,醒过来的话,你可以自己吃肉,看着少云云写的字条。 我心里有一丝奇怪的感觉,为什么?我竟然会生起一丝罪恶感呢?我什么时候竟然变得善良起来,竟然会觉得自己不该耍弄少云云这样一个无辜的孩子,带着复杂的情绪,我匆忙换上衣服,拎着包离开。 四,我开始闹失联,因为我在想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比较好,连续三天,我都没有搭理少云云,可少云云却是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发信息,我原本准备只要少云云不再来招惹我。 我就不继续利用他,可偏偏我发现少云这个男人更加变本加厉,他竟然开始揣夺我那个自大狂妻子陈青青转移婚内财产,于是我故意给少云云发消息,我生病了。 可怜的表情包后面,是我家地址,紧接着,我又给陈青青打电话,和我猜测的没错,陈青青直接挂了我的电话,但立马又给我发来了消息。 有什么事吗?我在开会,瞧着陈青青发来的信息,我只觉整个腹部都在翻滚,我的确在家,只不过我没有生病而已,但现在,我感觉自己真的病了,被陈青青恶心病的,开什么会,我早就问过公司的人,陈青青,她已经三天没有去公司,陈青青和少云私混在一起三天,我并没有计划陈青青会回来。 所以我故意将提前将家里布置了一番,只要邵云云一出现,我就会邀请她看电影,而其实那电影,不过是我叫人偷拍陈青青和少云在一起偷情的视频而已,刺激邵云云,借用邵云云的手,去摧毁邵云,这比我亲自动手,要更加刺激。 叮咚,门铃声响起,我故意将睡衣的领子往肩膀那扯了扯,一副衣衫不整的模样,夺步走至大门口,将门打开,少云云云风尘仆仆地站在门外,她双眼星红,与我四目相对后,二话不说,直接冲了进屋,一把将我抱住, 我一震,还没有反应过来,便是铺天盖地地闻。嗯,我察觉到唇瓣被啃视得格外生疼,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念头,几日不见,在某件事情上,还是小学机的邵云云,是怎么做到接吻技术突飞猛进的,接下来的一切发生得格外自然。 我想,我大概是沉迷于邵云云的肉体,所以才会任由邵云云胡来。一切结束时,邵云云很温柔地照顾躺在沙发上的我,我是已婚,你知道吗? 我就这邵云云生过来的勺子喝了一口粥,故意问道,不知道为什么,我竟然会心软,甚至觉得,如果邵云云一直陪在我的身边,似乎也挺好,有这么一个念头, 我只觉得罪恶,不,我该有的是对邵云云这个男人的厌恨,她的女儿,我也不该心慈手软,我在心里已经演练过好几遍跟前的情况。 我猜想邵云云会因为震惊,然后与我撕破脸,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,会是现在这样的情况,邵云云放下碗勺,格外淡定地将我抱在怀中,她温柔道,我知道, 可我仍然喜欢你,你既然招惹了我,而我喜欢你,就会跟着你一辈子,绝对不会放手,我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,有点苦,有点慌,跟前的少女太过真挚,而我瞥开眼,不看直视邵云云的眼神, 邵云云追问,那哥哥呢,你还爱她吗?谁?你她说不出口,老婆那两个字,我被邵云云的反应给逗笑了,赤笑问道,你会爱一个背叛的人吗? 我和邵云云都没有再出声,好一会儿,邵云云像是做了一番心理建设,她缓缓开口, 哥哥,我喜欢你,你当我的男朋友,不要闹失联好不好,少女的热忱,一度令我起了不利用邵云云的心思,可我没有想到,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,紧闭的门,被人从外面打开。 门开启的那瞬间,我瞧见了许久未见的陈青青,还有我最厌恶的男人邵云,而邵云云当然也瞧见了邵云,她的好爸爸。 你们,陈青青不是蠢货,怎么可能看不出来我和邵云云的关系,陈青青眼神中充满着震惊和不解,而邵云更是脸色变化,分成邵云云。 你给我过来,邵云情绪激动地冲邵云云吼道,你和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关系? 我分明能够感受到邵云快要疯了的样子,爸,她是我男朋友,我没有料到邵云云竟然敢这么开口,我瞧见邵云的双手颤抖起来,就连表情都变得格外猙獰,我缓缓走到了陈青青和邵云的面前, 故意不去看陈青青的脸色伸手朝邵云打招呼,真巧,你和我的前妻在一起了,而我的女友竟然是你的女儿,我的话彻底刺激了邵云,邵云被我说的话彻底刺激疯了, 她仰手就要朝我脸上狠狠地扇巴掌,我原本想要伸手去阻挡的,但是邵云云却拽握住了邵云的手,爸,你打她做什么? 邵云云吼道,邵云不可置信地看着邵云云,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疯话吗? 邵云云拽着邵云的手,看了我一眼,她的眼神有些复杂,盯得我根本没法继续回望,我立马低下头去,后来发生了什么? 我脑袋一片混沌,已经听不清了,我只知道邵云云将邵云给带走了,你高兴了,陈青青冷冷地对我说道,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还有邵云,我和邵云是真心相爱的,真心相爱,陈青青,我成全你。 离婚协议书,我已经签好了,你净身出户,如果你不同意,那么我拍到的你和邵云那个男人上床的视频,就会被公布在网络上,到时候可别说我没有给你留面子, 我早就已经做好了离婚的准备,见陈青青盯着我,我沉着脸点开了投影仪,客厅里回荡着陈青青和邵亭恶心人的对话,关掉。 快点,你这个疯男人。 我直接将遥控器砸向了陈青青,我耐心可不多,希望冷静期结束之后,我就不用再和你见面。 五,我以为自己不会再与邵云云有任何牵扯,可当天晚上,我收到了来自邵云云的消息,哥哥,对不起,我替我爸向你道歉,我不会再来打扰你了,不知道为什么,盯着这条信息桥的时候,我竟然忍不住想要掉眼泪,没有回复邵云云,我甚至将她的所有联系方式给拉黑了。 我亲手斩断了自己与邵云云的所有可能,一切都像是大梦一场,而我按部就般地开启了自己的新生活,与陈青青的离婚冷静期时间刚过,我便和陈青青离婚了。 离婚后,我听说陈青青和邵云云在一起了,但好像时常争吵,也知道邵云出了车祸,在医院住院,但这一切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 远离渣男见女,我仿若心生,所以第一时间拍了自己手中的离婚证书,发在了朋友圈,并且配文,尽我永远热爱的自由。 很多朋友开始留言关心,但我都没有回复,我想看看邵云云有没有给我点赞,可傻傻地反应过来。 自己早就已经将邵云云的微信拉进了黑名单,她又怎么可能看到我发的朋友圈,只是,我时常会梦见邵云云,梦见与她在一起的点点滴滴,大梦初醒时,我的眼角甚至有些湿润,我才意识到,自己对邵云云不单单只有利用,我还丢失了自己的心,望着手机里。 我偷拍的邵云云照片,我扯了扯嘴角,笑容充满了苦涩,六月那天,我身体有些不舒服,去医院做体检,走在医院的过道上,我竟然一眼,便认出来了邵云云的背影,她似乎比之前长得更高了一些,但却看起来更瘦削,我不敢认,甚至下意识地想要躲起来。 正当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,邵云云却转过身来,她自然也瞧见了我,还是她主动和我打招呼,哥哥。 一声久违了的哥哥,令我的心绪复杂,我尴尬地回应,你怎么在这里,邵云云抿了抿唇硬道,我把她出车祸,腿断了,一语闹自杀。 所以来医院抢救,早上刚抢救回来,哦,我敢把巴的硬了句,便准备离开,我和邵云云之间的气氛格外尴尬和古怪,哥哥,邵云云忽然唤我,待我正愣之际,她已经拽住了我的手腕,我沉默地看向邵云云,我在心里猜测邵云云想要说的话, 我甚至觉得邵云云会因为她爸爸而咒骂我一顿,但事实上,邵云云并没有,是我想得太过粗俗,邵云云真正的是一个温柔到了骨子里的女孩,哥哥,如果我说我喜欢你,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重新开始吗? 邵云云的眼睛里盛满着星光,我呆了呆,完全不懂邵云云,这又是怎么了,怎么又好端端告白起来,难道她不是应该为了她爸爸而恨我吗? 那你爸爸不愿意怎么办?我下意识地问道,邵云云却是格外坚定地开口,那就断绝关系,你这还是我认识的温柔女孩邵云云吗? 邵云云却当着我的面,将袖子全都撂了上去,满胳膊的伤痕暴露在我的眼前,谁打的,我的情绪有些波动,邵云云苦涩一笑,我爸打的,很奇怪是不是? 从小别人都以为我没有爸,都将我当成孤儿,毕竟我爸他将我留在身边,有事没事便打我出气,他高兴了也要打我,不高兴了也得打我,因为他觉得我是孽种,他认为是我毁了他的幸福,这些年我一直承受着,可我能做的都做了,如果他还要继续干涉我喜欢你,那么我只好与他彻底断绝关系。 我的心柔软成一片,我根本不知道邵云云经历的一切,原来,在我和邵云以及陈晶晶之间的狗血关系中,邵云云才是真正最无辜的存在,我的眼眶湿润。 哥哥,邵云云将我拥抱在怀中,他哽咽道,哥哥,现在你是不是能够原谅我呢?追求我的人多的是,我故意将邵云云推开,追求我的人都已经从这里排队到法国都不止,邵云云被我逗笑了。 他撒娇道,那哥哥可以让我插队吗?我为什么要让你插队?你有什么过人之处吗?邵云云却凑到我的耳旁,故意压低声音,哥哥,我年轻。 我体力好,能够满足你,我的脸瞬间就红了,这青天白日,大庭广众之下,邵云云竟然开黄枪。 后来,我和邵云云在一起了,邵云那个男人当然不乐意。 但是他现在自顾不暇,又哪里有闲心关注邵云云,中途陈晶晶后悔了,跑回来找我求复合,但是被邵云云给赶走了。 我浅笑,故意逗去,邵云云,你可是从来都不思逼的,邵云云亲了亲我的唇角,温柔道。 为了哥哥,我甘之如頤,和邵云云开启了没羞没臊的生活之后,我才发现邵云云是真的脾气好,而且占有欲格外强,当然,也会给我足够的安全感。 每一次,我去学校接她的时候,路上遇到了她的同学,又或者她的暗恋者,邵云云都会主动躲进我的怀抱中,温柔地向那些人介绍我。 这是我的男朋友,一开始,我会在意旁人说我找了个十八岁的小妹妹,但后来,我丝毫不在意,因为我感受到了从前不曾感受过的幸福,那是来自邵云云无谓的爱。 邵云云二十二周岁的那天,我准备了足够大的钻戒向她求婚,那天晚上,邵云云哭得稀里哗啦的,我一直安慰她,笑着喊她宝宝。 我知道,我喜欢对了人,老天爷对我还是善良的,至少在我未来的人生中多了一个邵云云云,云云,嫁给我好不好,我的眼眶红了,因为我担心邵云云会拒绝。 但邵云云却边哭边点头,甚至主动将自己的手伸向了我,示意我为她戴上戒指。 第二天,一大早,邵云云就被我闹醒了,我为她梳头,为她换衣服,甚至想要为她化妆。 当天八点半,我和她一起携手进了民政局,一个小时后,我们拿着两本结婚证从民政局走出来,我们成为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 查看下一章,全部收起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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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